新疆病毒 除了可以隔離之外 如果真的很擔心 其實是否有些快速測試 可以驗到自己感染病毒 或者情況是怎樣 其實香港政府已經將外郵人士 特別高危回來的人士 做了一些檢查 但有一批單人士 在一些單危國家回來的時候 就未有支援和配到 其實在私家醫院或者診所 都會為市民提供快速測試去檢查 這個快速測試其實很簡單 只需要檢測者的兩滴血 以及在15分鐘內就會有報告 我們會建議 在外郵回來的人士 下機後就盡快安排檢查 如果情陰性暗和 也會建議在兩星期之後做一次覆檢 因為剛才提及過 所有傳染疾病都有一個潛伏時間 如果在兩個星期內 我們會等病毒量再高一點的時候 如果真的檢測到 就可以做到確保 買多個安心 大部份的私家醫院或者診所 都有提供下速測試 甚至有些檢查的測試 可以提供上門的服務 因為都要想像一下 如果你又是外地回來的話 其實已經屬於高危人士 如果你到處去其他地方 去找這些檢查 其實對於整個社區來說 都有風險 所以現在有些服務 都可以支援上門去做測試 那很好 因為始終一回來就立即要隔離 那隔離之後又怎樣出來呢 我想問一下除了外展 可以做到一些快速測試之外 其實是不是有些平民版的測試劑 其實基本上現在 除了有醫生上門之外 都會有一些檢查可以在家裏自己做到的 如果是平衡上門的空調 我們有機會有一些團隊會派出醫生 或者是一個註冊護士上門檢查的 當中有些人是特別需要的 可能真的需要一張證明才能夠上班的話 這個服務會較適合的人士 但有些人是不需要這張證明 或者可以像院長那樣的 經濟一點 也可以買一套自己檢測的儀器 回家去做檢查 其實都很簡單 只要做好清潔雙手的步驟 然後就用一個大頭針去刺手指 需要兩滴血 滴入測試劑裡面 再加入溶液的話 等15分鐘就會顯示到陰性和陽性 那這個快速測試 準確程度是多少呢 根據供應商提供給我們的資料顯示 大部份已經達到90%以上 當然每一種檢查是100% 但我們只要看佛報 如果是回來的時候 我們做第一次測驗的時候 都可能情陰性 建議在兩個星期之後 做多一次的複檢 就會較為清楚 就可以將一個兩星期的潛伏時間 有機會出現不到陽性反應的話 都可以彌補 所以那個準確程度是高的 今天很感謝阿圈醫生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都獲益良多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有我們的抗疫專輯 大家記得收睇我們的SPA channel 拜拜 拜拜 Look look 眼仔 痱 痱 痱 眼仔健康 保持得更好 Ready go 望一望左 望一望右 五次之后 休息一会 望完上再望下 五次之后 有只翻下 望完过满 对眼很干 眉上对眼 按一按 20分钟 过多20秒 最有效就是望远点 看起来 眼睛看起来 眼睛看起来 保持得更好 Ready go 望一望左 望一望右 五次之后 休息一会 望完上再望下 五次之后 有只翻下